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暴雨梨花针入地 神仙也救不了他 是吗 拿着 暴雨梨花针谁也救不了 这不是有个活人就在你面前吗 原来是你救活了他 那你和他今天谁都活着走不出大门 口气别那么大 你难道还没发现吗 黑甲军之所以出现在这儿 就是为了阻止你对他动手 我奉劝你一句 手握暴雨梨花针 也别轻举妄动 他叫你妖女 这世上最没有资格骂你的 就是他 你来不就是想知道 他曾经是怎么加害于你的吗 不外乎是些龌龊事 我不想听 你别怕 做错事的人是他 暴雨梨花针本来是墨门之武 但你想得到他 可惜你武功不太好 反被墨门的机关阵所伤 要不是这个人 你不可能活到今天 你看他武功高强又好骗 就骗他说暴雨梨花针 是唐门失传之武 还向他许诺 要娶他为妻 他便为你九死一生 闯入墨门 他以你为耳 声东击西 得到暴雨梨花针之后 再杀人放火 而你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却被冠上了妖女的恶名 到最后还被杀人灭口 这么苟且的故事 就会发生在我身上 他这么狼心狗肺的人 你当初就不该救他 我现在报了仇也不算晚 无凭无趣 血口喷人哪 谁说没有证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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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